各位小朋友 大家好 我是新亞文化的編輯 我是Wesley 最近因為疫情 而大家提早放暑假 大家有沒有很乖地留在家裡抗疫 在家裡會不會很悶 不要緊 我今天會為大家介紹一套書 讓大家可以在家裡解悶 以及消磨時間 還可以挑戰一下自己 那是甚麼書呢 就是這一本由日本正式授權的 日本天才動腦遊戲書 這套日本天才動腦遊戲書 一共有四冊 他們分別有兩冊 超超超難找不同 有一冊 超超超難找找看 還有一本是 超超超容易迷宮 你們會聽到 又是找不同 又是找找看 迷宮 會不會覺得又是老套 很看慣見慣的書 你們就想錯了 其實這本書 真的會像他的書名 名符 其實是超超超難的 還可以挑戰你們的觀察力 以及專注力 否則在日本也不會賣到這麼高的銷量 還會連老中青 幼童都一起玩 說多無謂 不如我舉些例子 讓大家看看 他們的問題有多麼超超超難 有一本就是超超容易的迷宮 雖然名字是這麼寫 但究竟內裡是否真的這麼容易 我給大家看看 例如第三題 這裡 的確 迷宮是相對其他三冊 是容易的 不過其實它的規則也很複雜 好像第三題 例如逃離學校迷宮 你是需要由起點 一直走到終點 但在沿途 你們是要避過老師的監視 例如這個女老師 她會看著前面兩格監視 這個戴眼鏡的男老師 她可以看到三格 而這個戴著望遠鏡的老師 就更厲害 她可以監視前面五格的圖案 所以大家要跟著這個規矩 看著這個老師全部的位置 以及他們可以監視到的地方 由起點走到終點 但你不可以打斜走 亦不可以重覆走相同的路 大家可以想想 怎樣可以去到終點 大家不妨又可以按暫停制 停了畫面之後再慢慢想 不知道大家對這套書 有沒有興趣呢 相信大家如果接受完 這個超超超難的大考驗之後 不單止頭腦會聰明 還會連專注力和觀察力都會提升 這段疫情期間 希望各位小朋友 繼續乖乖地留在家裡 注意衛生、勤洗手 多吃些有營養的食物 如果看書的話 就看些令自己開心的書 有營養的書 這樣才會令身心愉快 還可以快些強健自己身體 還可以快些戰勝病魔 今天時間到此 下次有機會再跟大家 介紹其他的書 拜拜